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李莲花的容忍之量 那都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毕竟 谁又会跟脑回路不太正常的计较呢 你们这么关注诚意的一切 甚至连她的车型 车牌号都一清二楚 我真挺怀疑你们的动机的 你都不知道她在横店拍什么戏 他们却知道你的戏 知道台前幕后班底备案等所有事情 甚至连你的车牌号 车子的颜色型号都知道 我真是第一次见识到这么离谱的事 一般情况下 不在意一个人 那就是会无视这个人各种动态 而不是拼命的 用尽浑身解数来证明我恨透了这个人 抛开一切来谈 大家都是普通人 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交集 诚意也从未做过对你们不利的事情 单单是因为追星就要如此恨她 那样的追星又有什么意思呢 天天嘴上说住喜欢某某人 心里却总留意住别人家的 不嫌累的慌嘛 如果追星的意义是这样的 那真不如不追 我们追星 是追寻一种积极上进的生活态度 追的是一种愉悦感 追的是从那个人身上寻求正能量 寻的是对于梦想 对于热爱的一种追求 而不是这种消极的态度 追星最好的支持 也从来都不是多狂热 多激情 而是把偶像发光的品质保留下来 让别人知道 支持她的人 也是一群快乐努力 又喜欢助人为乐的人 而不是像这种 路人看了都无语的举动 其实真的挺不愿意聊这种消极的话题的 我更愿意每天开开心心地写一些开心快乐的 值得大家学习的东西 但是这种消极追星的态度 真的不该助长 喜欢谁 不喜欢谁都是每个人的自由 但是因为喜欢某个人 就去拼命用各种手段来抵制抹黑另外一个人 这样真的对吗 我希望路人提起追星 会说这是一群快乐的喜欢助人为乐的人 而不是提起追星 就是一脸复杂一言难尽的表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